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行航班购票前往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 此前已有部分参赛人员押运 我军参赛装备物资通过铁路跨国输送先行离境 出境的手烫列车梯队 为参加开阔水域安全环境 空降排军医接力 四个竞赛项目的人员和武器装备 从满洲离口岸出境 据陆军出国参赛指挥组总领队雷斌介绍 为达到学习提高锻炼部队的目的 我军代表团没有大范围选拔训练尖子 参赛队员由担负任务的部队内部抽组产生 所带装备都是部队平时训练使用的现役装备 开阔水域参赛对代表王燕辉表决心据了解 此次赴的参赛 陆军将参加开阔水域 工程方程赛 汽车能守忠诚朋友 修理营道路巡逻 安全环境 鳄尔布鲁指之环 军一接力 坦克两项军械能守 野战吹式 军神拉力 侦查监兵等14个比赛项目 出发前夕 记者与部分参赛队进行电话连线 了解他们的参赛备战情况 参加工程方程赛竞赛项目的第71集团军谋驴 通过建设模拟训练场 总结书理装备操作实用手册等方法 使官兵在体能 技能和战术上做好了充分准备 参加军械能守竞赛项目的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式官学校参赛队员 采取用得与下达口令 临机更换 陌生指挥员 调整时差和时差等方法 提前适应比赛环境 力争以最佳状态出战 7月13日 2035时分 参加开阔水域先遣队装备物资 首先抵达赛场 战股催整 使命在肩 即将踏上一国赛场 广兵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一定让国际舞台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军人的好样子 顽强拼搏 奋勇争献 再出水平 再出风格 再出友谊 刚好促进军事外交的工作队 完成军事任务的战斗队 展示稳军形象的代表队 坚决圆满完成比赛任务 7月13日 2035时分 参加开阔水域先遣队装备物资 首先抵达赛场 参赛队员安全抵达莫斯科 来源 中国陆军作者李大勇 武元晋 编辑葛志强 编审区严涛 转载请注明来源